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应该学习用虚怀弱骨的心去相应善法 人生的道路上必须面临许多实质路口,因此有许多选择题 这时候父母、师长、朋友、同事都可能是我们人生地图的导航、苦海的灯塔 帮助我们朝正确的目标迈进 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,要学佛或是要进到佛门的管道有百百种 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会想,我要去大间的 但是相对也有人说,我要去小间的 那有人说,我在家里自己修 到底如何才是正法呢? 其实没有办法说哪一个是正的,哪一个是不好的,哪一个是好的 因为修行是在自己 你自己要先弄清楚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修行是为了我打坐能够飞到天上吗?还是说我能够有他心通,我要有神通啊 这每个人的目的不同 但是回归到修行两个字最简单 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为 那当你在选择道场的时候,其实你就在起了分别 那道场只要是善的 不管再更大一点,宗教只要是劝人为善的 他都是好的宗教 那只是他种种弘扬的方式不同 那包括我们佛教现在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修行团体 种种的什么都有,通通都有,他们好不好?好 因为他都有在教育大众往善的方向去前进,那都是好的 所谓三人行,必有我施焉 见闲思奇,见不闲而内自行也 日常生活中,只要能够以虚怀弱骨的心去相应善法,不相应恶法 无论是顺境,逆境,恶人,善人 都能作为我们学习或警惕的因缘 十方新闻记者,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 好